日本出动全国的力量要对付一个研究人员 结果不仅全军覆灭 连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都相继死去 这场灾难可以说是几乎回了整个日本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便是回忆三部曲中的 最臭兵器 在日本的山里地区 有一个研制新药的研究所 田中信南 是研究所里的第三开发室的一位研究人员 最近他感冒了 一大早打了针才去上班 到了研究所 田中信南的同事说 可以试试他刚研制的抗感冒药 帮他测测疗效 是一瓶用蓝色瓶子装的红色胶囊 信南答应了同事 正好他要去拿资料交给所长 信南到了所长办公室 里面空无一人 所长并不在 信南在办公桌上确实找到了一瓶蓝色装的红色胶囊 于是他拿出了三颗来 先吃了一颗 吃完后 信南就去接待室休息了 可是信南不知道的是 他吃下这颗药后身体开始排放气体 因为排气扇的原因 慢慢地整个研究所都弥漫着一股很浓的香味 发觉的所长立马暴跳如雷地红着眼睛询问 是谁 动了他的蓝色瓶子 所长的激动模样 当在场的人都有些不解 信南在接待室睡着了 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 醒来后有些埋怨 怎么没有人叫醒他呢 他走出了有浓厚气味的接待室 但显然他本人并没有闻到 信南远远地看到前台做班的早机子 趴在桌面上 于是过去想要叫醒早机子 结果摇了两下早机子 早机子信南直接掉地上了 他的眼睛还大大的睁着 信南慌了 赶紧去找人 结果发现研究所里的所有人都倒了 他们都面色猙獰 一脸痛苦地死去的 信南害怕地赶紧打电话和救护车 他觉得这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故 于是连警也报了 随后 信南又去了所长办公室 结果看到所长盘在一堆纸箱上 他的手指还在像写着主电源的按钮伸着 主电源已经被关了 看来是所长临死前管的 信南有些疑惑地按下了主电源 按下后 工作室瞬间响起了警报来 并且直接连线了在东京的研究所总部 总部的主管 平齐公一 在了解到信南这边的情况后 他有些紧张地说 这也许与他们为政府秘密研制的新药有关 接着平齐公一 让信南找到一些数据文件 还有药的样品 让他务必在警察赶到之前 离开研究所 并且把这些东西秘密带到东京 一定不能有任何的泄露 信南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看主管如此紧张 他还是照做了 他发现 秘密研制的药品 竟然是自己昨天吃的 那个红色巧狼 他也吃了不少 原来这并不是什么抗感冒药 意识到自己捅了娄子的信南 开始不管三七二十一 赶紧的东西出发了 他并不知晓自己身上 正散发着可以让人和动物死绝的气味 他卖力的骑着自行车 路上 他发现在他附近的森林 有一群鸟被惊飞了 那群鸟飞到天空后 又立马死亡掉了下来 信南看得有些惊讶 这是有一只鸟的尸体砸到了信南 信南翻车 摔到了山坡下 这时信南才发现 这里有一对动物的尸体 而且 向日葵和鹰蛙同时开着 这让他觉得很奇怪 从山坡上爬出来后 他又发现远处 有一辆救护车停在路边 车里的人已经死了 停在路上的车并不止这一辆 在信南所过之处的整条公路上 停着各种车 车上的人也全都死了 整个山地地区的人 都因为信南身上散发的气味 死光了 但是这个地区的所有植物 都神奇地开出了花 有几名不怕死的记者 坐着直升飞机 派外在山地地区的上空 信南向他们挥舞求救的旗帜 于是那几名记者就像发现 新大陆一般 不管不顾的 让直升飞机下降 想要抓住这最新的新闻乐点 南俄即使戴了防毒面具 这群记者还没有等靠近田中信南 他们就被气味给熏死了 如此诡异的情况发生 信南还是努力地赶往东京 完成平级公一 交给他的任务 而东京政府 已经对这一事故 敏切关注着 他们只检测到气体排放源 正在移动当中 在平级公一 他们说有一位存活的职员 正在将样本送到东京的时候 所有人都恍然大悟 职员田中信南 就是气体排放源 信南徒步奏着 他遇见了一对 东京派来的救援人员 救援人员 个个都穿着防化服和毒气罩 他们以为信南是幸存者 激动地想要把防化服带给他 结果两个救援人员 刚靠近几步就死了 有位警惕的救援人员 用望远镜仔细看得下 田中信南 发现气体就从他身上散发的 于是 他惊慌失措地跟同伴们说 大家就都逃跑了起来 看到人都跑了 田中信南就在发现 自己身边有气体在飘 这个时候 信南也开始害怕这个气体了 于是 他便去追救援人员 想要逃开这个气体 救援人员害怕地逃上车 有些人还没来得及上车 车就赶紧开走了 因为田中信南在后面追的缘故 很快就有死了一车的人 田中信南成了通缉人物 东京高层在那边讨论对策 评级公一说 因为田中信南吃了那新药 和他身体的某些物质发生了化学反应 导致他成为了气体排放源 而且这气体的排放量 与信南的情绪 运动量和新陈代谢成正比 如果要减少气体排放 得先稳定住他的情绪和新陈代谢 听到这就有暴躁的高层 建议直接杀了田中信南 但是又有另一位高层反对 研制这个要投入的巨额成本 他们不想失去田中信南 这个重要的样本 一番争论后 高层最终还是决定杀死田中信南 因为保护公民更重要 于是日本军队派出了海陆共军队 无数的舰船战斗飞机 坦克朝公路上的田中信南 发射炮火导弹 田中信南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骑着电动车在导弹雨中逃亡 神奇的是 田中信南散发的仇为气体 对武器的集成电路有干脑 所以那些炮火都打不中他 也因为气体的干脑 坦克们竟然把自己人给打坏了 田中信南在枪林弹雨中火了下来 他继续赶往东京 静静夜夜地要完成平齐工医 交给他的任务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因为他都不断靠近 把东京的高则们都给挟坏了 赶紧去找首相 首相说两个小时内 会向全世界发布球员 此时东京的人把机场都给击慢了 都想着逃亡 这时美国军队派出了秘密武器 一种最新研制的太空服 美国人觉得这气体 绝对侵袭不了他们的太空服 他们想要活捉信南 此时信南的电动车 骑到一个隧道的时候坏掉了 于是他开始走路 这时有一个部队在隧道的另一边 仿制了很多个超大的电扇 电扇安排放出冰冷的液氮气体 他们想要把信南给冻成冰冷 但是因为液氮的刺激 田中信南散发的气体 已经开始放电了 这时美国军队来了 三个穿着厚重太空服的 美国特种兵 他们静止地走进了隧道 隧道里的信南觉得很冷 他举不为坚地往有亮光助走 这时他遇上来抓他的三个宇航服人 他们对信南伸出了机械手 想要电运他 结果信南因为太害怕而尖叫起来 他的情绪瞬间激昂 导致气体放出的电力变强 气体浓度增加 三个宇航服人也被毒死 之后 田中信南穿上的太空服 走出了隧道 因为太空服的帽子是不透明的 所以没有人知道里面的人是信南 因为信南穿上宇航服的缘故 导致他排放的气体被隔离在宇航服中 在外紧张关注的日本高层 发现气体浓度下降后 都认为是美国特种兵活捉的田中信南 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田中信南穿的宇航服 来到日本高层的面前 高层们还都欢呼他 为他鼓掌 这时 田中信南将平齐公衣要的东西 交给了平齐公衣 然后 他打开了不透明的帽子 在长地人看到他那在 浓浓气体中的面貌后 下台在了原地 紧接着 田中信南彻底打开了自己的宇航服 瞬间气体充斥了整个房间的 脚脚落落 故事结束 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充满幽默的喜剧动画 看完后 一般人都很难会去思考 故事中所讲述的另一面 最后结尾信南摘下了帽子后 露出了亲切的面容 实则 是一种超现实的描述手法 以恶搞的形式 来让观众反省 于是 这一位正常的亲切描述 便可以让人重新回忆一下 男主的经历 忠诚和愚蠢就是他的代名词 这变相折射了日本上班族的现状 20年前 大部分上班族都是不愿意思考 所以导演大友克扬 才会采用这个讽刺手法 表达一些上班族 只会麻木地执行命令 即便出现了问题 也不会太过在意 而这就对应了 信南在一路看到异想后 仍旧拒绝思考 只会一味地遵循命令 但就是这个将于中 进行到底的普通职工 却反而振托出了高层的愚蠢 毕竟 信南的所作所为 全都是毫无所知 而且全都是高层 他们的计划和命令 但却偏偏就是 这些计划和命令 颠覆了整个国家 最后兵器 全部对信南无效化 人类自取强大的力量 却在突发灾难面前 一无是处 而造成这个灾难的惊世 人类的所作所为 这也是导演在变相讽刺 如果继续不顾一切的秘密研究 则有可能会在日后 埋下不可挽救的隐患 用荒诞离奇的剧情 来勾建一个又一个讽刺的寓意 这简直就是一部神作 即便已经过去20年左右 回首再看一次 还是会被惊艳到 最后我想借用这个 聘名最臭兵器 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人体最臭的地方 是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狐臭吧 我是赵年 一位迷恋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也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转发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